大家再来看 所以上次上课的重点大概就这些吧 包含就是说 用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函数 其中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一个 叫Tex-Test 有没有 这个Test函数的话 基本上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 也就是说你看到的 如果假如说你要切割 切割某些资料 其实为什么切都切不对 像那个 我有举一个例子 像那个什么 那个民国年的部分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切不到 你用Tex转一下就好 当然内体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你用1的函数-195-11 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说我主要是要表现Tex函数 这个的重点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同学都问 老师为什么我每次抓什么资料 我这次抓不到 明明我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那个资料 但是我要取的时候 奇怪什么就取不到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看到的是格式 因为有格式之后 让你以为那个资料涨压 实际上在Essale里面 其实存的资料并不是这样 所以有个方法 你用Tex转一下 先把它转一下 它会真的帮你把它变成 你看到的样子 那你在用那个切割函数 包括MID、LF、RF 你再去切割的话保证成功 所以基本上这个函数 我是觉得还蛮重要的 而且还蛮好用的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了解一下 它其实还蛮多很重要的东西内容 包括你要取资料这个一个部分 另外的话你要把某资料转换 比如说把数字转换成三码 0、0、0、0 4码就是四个0 意思类推 当然还可以转很多格式 如果各位有兴趣 你可以看底下 就是那个函数的说明里面 它有一些相关的范例 你来看一下 应该可以看得懂 你要转的什么格式 其实也可以办得到 所以这个函数相当重要 它在工作上用到的机会还蛮大的 另外我有讲一个利用枢纽分析表 然后在枢纽分析图 当然枢纽分析在Essale里面也是相当相当重要 因为太方便了吧 比如说你要统计什么 统计会员里面哪一个年次的人最多 那其实用顺口分析一下就有一个结果了 其实它里面是 基本上是用conif 就是帮你算几年次有几个 那当然我们还有用到一个群组 群组部分的话有个重点 群组的话一定要是数字 如果你是文字的话 就一定不能群组 我发现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 如果没这个概念的话 你一群组就挂掉了 所以很多时候文字跟数字 所以上礼拜一直强调说文字跟数字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处理资料的时候 如果你处理资料没这个概念的话 说真的你处处都是问题 OK 我发现好像讲了之后有很多同学 会比较有感觉 因为发现工作里面常常发生问题 原来都是跟文字跟数字搞不清楚 很有关系 所以你不能说你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那怎么判断 上礼拜有特别讲说靠左靠右 你就是格式拿掉 如果靠右的一定是数字 靠左的一定是文字 这很简单的辨识方法 你只要这个小地方有特别注意到的话 我觉得Excel出错的机率还蛮低的 我自己用我是觉得它还蛮听话的 那为什么要听话 就是你有掌握到一些很关键的地方 你不要出错 那基本上就不会错了 OK 我是觉得就是把一些小细节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录制聚集 OK 然后怎么样去执行它 那当然录制聚集其实观念很简单 意思是说把你滑鼠键盘的动作 自动帮你转换成程式 那背后就是VBA 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只是说你录的时候 你不能说你滑鼠键盘乱点 乱指 有没有 最好是你彩排过 而且有些地方建议用快速键 像向下旋曲用Ctrl-Shift向下 那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差别就是说 将来你资料 Ctrl-Shift向下是自动追踪 它有个追踪的概念 那如果你用滑鼠的话 它是到哪里都固定的 OK 所以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录完之后 录完录之前 我建议先有个彩排的步骤 有没有 然后呢 录完之后 我是建议你可以再加上注解 注解有个特性 就是前面就是单影号开头 这个如果你假设不太记得的话 你可以到云端上面 云端白板画面的第一个单元 打开之后 这边其实也有 我有把那个 上个 有没有 这个就是加注解之后的 那你会发现 加了注解之后前面就单影号 那理论上智慧是绿色的 OK 那这个绿色意思是说 将来程式在执行的时候 它就不会被执行这一行 意思是跳过 那这个是写给自己看的 意思就是说你们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尤其是初学者 尽可能啦 就是说你不懂的地方 你就加一些注解 这个注解是日后你回头看程式 你会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 尤其是初学者 当然如果你已经是熟熟 你不加注解也没关系 可是如果是初学者 我是还蛮强烈建议 你只要不懂的程式 你就一律在上面加个注解 那以后回头看的时候 你也比较知道说 到底你写这些程式的用途 到底在哪里 那当然你写VPA程式 不可能说一下子就马上很厉害 因为这个如果马上每个都很厉害的话 那这个就不需要学了嘛 也不是什么专业啦 那当然你如果希望长远 一定要把它学会有个目标的话 那我是建议啦 你要累积 就是说这些都可以当成什么 当成范本 以后的话嘛 你做过的 就可以当成你未来 可能要用到的时候拿来Copy就好了啦 哎呀 讲白的是这样啦 当然其实一般书上 也会特别跟你讲用Copy啦 因为感觉Copy好像有点 不是很好的方法啦 但是我后来发现 对初学者来说好像又是很好的方法 OK 因为没有人一下 如果这样就马上把它背起来 谁会背得有那么多东西啊 除非说每天在用啊 OK 所以你可以阶段性的 把这些东西慢慢慢慢 有一些细节如果都注意到 我是 我是 觉得哦 你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你会 比较能够进入状况 当然这不可能一下子马上学会啦 不过我觉得你只要 愿意花时间 每天累积一部分的时间学习的话 我相信之后哦 慢慢越来越有感觉啦 为什么你这工具你就越来越 越来会用 那你的工作效率慢慢就提高了 我想你如果 会用有效率的方法做事啦 没有人会想说用土瓜链钢 做那种 很没效率的那个重复的动作啦 OK 那今天的话呢 再来 所以我们要慢慢向上 我不会一下子讲很复杂的 所以你会像上个礼拜 基本上还没写到程式 但是我们已经有程式了 OK 所以以后啊 如果你不写程式 却可以产生程式的话 那就可以用录制聚集 但录制聚集不是随便乱录的哦 OK 也就是说你工作上面 只要有重复动作的需求 那你就可以试着录制聚集 记得彩排一下 录完 加速节 最后呢 再产生按钮 OK 那都还记得吧 如果你只要不记得 请你再把那个影片再看过啦 我想细节我就不要再重复讲了 OK 那录影片的好处就是说 反正剩下你就可以再自己花时间 那我可以把那个 重复讲那些时间留下来 再讲比较后面的东西 OK 我觉得也是一种效率啦 那为什么我上个会特别录影 其实主要也是这一点 就是我不想要浪费太多时间 再讲重复的东西 尤其是程式 因为以前的经验是 没有录影 同学每个礼拜 一直在问上个礼拜的程式 然后呢 每一个礼拜又在鬼打墙 下个礼拜又在讲上礼拜的东西 那我觉得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上到下一个章节 永无止境的循环 那不是没有效率 所以后来我就把影片录下来 我说 如果你假设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麻烦回去自己花时间吧 这样的话 我们整体的进度也可以再往前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回去 自己再稍微看过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继续来看 就是说 我们剩下来 这个云单上其实都有画面 再来就是说 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来自己写程式了 OK 也就是说 VPA我们再来就是要 把程式 直接写在那个 我们的Excel里面 那所以呢 待会请各位 再把那个上个礼拜的 看这个吧 如果上礼拜 如果你有存档的话 你就直接拿上礼拜的 如果没有存档的话 可能还记得 上面好像本来有两列 这两列可以把它删掉了 不然的话 如果没有把它删掉 可能跟 等一下做的动作 跟我不一样 OK 然后删掉之后 长这样 然后这边有个Test 这个公式的话 如果你假设忘记了 其实最快的方法 这上面我好像有把那个公式 把它直接输入到这里 你就Ctrl-C、Ctrl-V 贴过来也可以 这个应该是在 这里 OK 方法二 你就Ctrl-C 然后呢 Ctrl-V 贴到这边来 这边就有公式 点两下 像要填满 就OK了 然后把这一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拖拉加Ctrl-键 那这边也许 把它改成叫VBA好了 OK 又有一个一样的工作表 我们把它改VBA 那也就是今天的话 我们要开始写VBA了 那首先的话 当然我们之前一个动作是录制的 录制 那它实际上当然没有写成 可是可以让我们重录做 可是哦 未来不是说所有东西 都自己都可以用录的 因为有些东西还是慢慢 你要有弹性的话 录制聚集它可能给你方便 但是有些地方 可能要客制化的时候 那你还是要自己写 另外的话 录制聚集有时候 它是记录你滑鼠键盘的动作 所以录下来的程式 会非常的冗长 如果你自己写 可能两三行就解决 但是录的话 录了几十行 为什么 因为它等于是把所有动作 都把它变成程式 但是如果你要精简 那个精简程式的话 还是非得要看懂VBA OK 所以今天的话不可免的 我们就要来进到VBA 那自己写 所以待会第一步 先帮我产生一个 这个VBA 一样的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那个什么 开发人员 我还记得吧 开发人员把它打开 这个在这边箭头 你们等一下 因为你们这边画面 这个环境都要还原 在这边嘛 然后制定功能区 这个把它打勾 按确定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这边有个visual base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主角就在这里 那我是建议啦 你点开来之后 可能要做几个环境设置 因为它点开来 一般习惯这么大 那我的习惯是把它缩小 为什么要缩小 我习惯浮动在上面 那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浮在上面 一边看你的储存格的位置 一边打对应的程式 也就是说你要做什么 你可以一边看 然后再去做下一个动作 你不用说好像 那个闭着眼睛打成 不是不需要这样 你就是看到什么 做什么事情 就把对应的动作 对应的程式 写出来就好了 所以第一个 就是把visual base打开来 然后呢 我建议是把它浮动在上面 那再来的话 稍微了解一下 它这个环境吧 那首先当然我们看得到 这边的这个环境就是程式码的位置 那这个程式码其实就是模组 所以如果说呢 我们有入字去齐的话 那就会有这个模组 但是如果假设你们上礼拜的档案 假设没有存档的话 那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个模组应该是没有 像这样子 那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按右键插入模组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将来呢 你要写程式的地方 反正你不要记太多 一律写在模组里面就好了 就这样子啦 OK 所以打开visual base 如果有模组 那你就写在模组的下面 如果没有模组 那你就怎么样 自己再把这个模组按右键 按右键插入模组就可以了 OK 不用记太多啦 至少你这个记得就好了 有没有 OK 特别重要 这非常重要 以后 反正你不管写VBA 你就是这样就好了 visual base 没有就按右键插入模组 OK 那程式怎么写呢 基本上就是sub开头 所以那一段 我有把它放在云端 所以假设你要拿上个礼拜的程式 假设你没有存到档的话 那你就把sub到end sub 这边是一段 有没有 串接 这边又是一段 有没有 清除 那就把这两段 Ctrl-C 然后你把它Ctrl-V贴上就好了 这样就一段 有没有 那对应的话 就是这边是一个按钮 有没有 这边是一个按钮 那这边就是一个按钮 它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基本上对应到它 这个的话 对应到它 那它们都放在模组里面 那将来这个区块 这个叫专案总管 你可以把这个往下拉一点点 没关系 让它显示出来 OK 大概了解一下它的槽 因为以后 我们就是要在上面写程式 你不用记太多 基本上就是 大概知道这样的关联性就可以 也就是以后如果你要做一个按钮 就是一个Sub 然后名字叫什么 就是这个名字 然后一个EndSub 有头有尾 O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图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字 可能会太… 这个程式的字太小 那记得工具选项 里面有个鑽血风格 本来是9号字吧 你把它改 至少我建议是至少12号字吧 按确定就可以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到这边 然后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自己来写程式了 所以你要先确定 你有没有模组 OK 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其实喔 真的要写程式 要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尽量跟各位讲 你很多东西不要记 但有些地方最重要一定要记 就是写在哪里吧 记得喔 写在模组里 当然有别的地方可以写 但是你暂时先忘记没关系 反正写VBA 你们暂时记得写在模组里 就好了